風氣雲湧好好蕩蕩 歷盡百年滄爽 奮盡於這鳳京路途 從未未望蒼蕩 春秋有意 日月同光 四海一同 華夏銘矣 著這盛世掛起 在中國共產黨迎來成立100周年的時刻 香港九五後青年歌手丁正凱 作詞作曲的歌曲《百年之路》 悄然出現在各大視頻及音樂網站上 這首歌的MV在多個網絡平台推出後得到好評 目前瀏覽收看的網民已經6萬人次 2017年底 丁正凱與曾經在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共同學習流行音樂製作及表演的 童窗 李耀生 劉諾琳 共同組建了Hody Lesson樂隊 並正式開始了音樂創作之路 日前 香港九五後青年歌手丁正凱 在接受中心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作為一名香港青年 一名香港青年唱作歌手 自己有幸成長於新時代 有幸成長於逐漸富強起來的祖國之中 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中國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 在迅速發展的過程中 因地質疑 精準扶貧的種種舉措 都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中國共產黨在如今的建設過程當中 既一手發展高科技 例如我們的航天科技 最近的朱榮號也登入火星了 而另一手也在推動著扶貧的發展 所以中國共產黨它和我們中國人民 是分不開的 它所帶來的這種進步 也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做到 因此我認為這樣的政黨 難道不值得讓人去熱愛嗎 因此對我來說 我熱愛我的祖國 也熱愛我們國家的執政黨 也擁護我們國家的執政黨 好 丁正凱告訴記者 修例風波讓他意識到 其實有很多香港的同輩朋友 對國家還有許多不了解 因此 自2019年修例風波後 他們創作了不少愛國愛港主題的歌曲 例如2020年8月 發布以香港國安法為主題的原創歌曲 《國安家和》 2020年10月 發布以創造香港和諧社會 《共建美好家園》為主題的原創粵語歌曲《合映》 不過 丁正凱表示 《百年之路》這首歌 是其中最具挑戰性的 因為 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 由站起來 富起來 到強起來的歷程非常豐富 有大量的文獻和資料需要翻閱 雖然歌曲只有短短的四分多鐘 但卻凝戀了丁正凱和他樂隊五個多月的心血 一首歌畢竟只有幾分鐘 那要怎樣在幾分鐘裡面體現 中國共產黨一百年的歷史 甚至說帶領著中國人民 從站起來 富起來 以及到強起來 這三個重要過程 實際上都有很大的難度 透過翻閱大量的資料了 當然我們也有請教內地的朋友 以及內地的一些老師 我們就確定了一個方向 就是要帶出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 以及發展當中的這種遇到的 堅信的探索 以這個為主線 丁正凱告訴記者 在五個多月的創作時間裡 他和他的小夥伴乃至後期MV製作的團隊 都增進了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 陳獨秀 李大釗 抗日戰爭 土地改革 改革開放 港澳回歸 北京奧運 脫貧攻堅 這些中共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和歷史情景 在MV畫面上伴隨著歌聲漸詞出現 與歌詞相得益彰 讓丁正凱感觸最深的 還是國家對香港 尤其是香港青年的支持 在他看來 每一項扶持香港青年的政策 都源於國家對香港青年的關懷及支持 我認為中國共產黨 它確實是一個非常現代化 而且以人民發展為中心 為執政理念的一個政黨 例如近年來所推行的大灣區 它讓我們許多香港的青年朋友 看到了發展的新希望 也使我們能夠拓寬自己發展空間 成為了一種現實 而這些政策 以及對於香港市民 香港社會 支持的政策 是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分不開的 丁正凱表示 往藉此機會 也可以向更多的內地朋友 傳達一個訊息 其實在香港 有很多愛國愛港的青年 他相信 香港的未來會變得更加和諧 更團結 以及更加有正能量 《百年之路》這首歌 除了希望能夠讓更多的香港朋友 了解到我們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史之外 也希望能夠讓內地的朋友了解到 其實香港青年有許多新的一面 而在未來的時間 香港會變成一個更有正能量 也更和諧 更團結的香港 也很希望內地的朋友 在往後的時間 能夠多來香港 相信到時候來到香港 那時候的香港會帶給許多內地朋友 不一樣的體驗